美军号称这个迪利波里号的两栖突击舰 它叫闪电航母 我们看到它在练习这个夜间起降 这个不是真正的航空母舰 它盾位其实大概就一万多吨而已 不算很大嘛 所以它一定是用可以短场或垂直起降F35B 应该都是用垂直起降 它练习这个夜间起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第一个 这个飞行员 这个所属飞行连队的飞行员 只有三分之一能做这种科目 真的啊 另外三分之二不能做 技术还不够好就对了 一个是技术还有飞行的时数 还有它对于那种空间的掌握 因为它像这种绿色的 这个都是夜视镜 就是那个热成像仪飞行 仪器飞行 这个我带过 我不是飞行官 我是战车射击的训练 就是带着这种热成像 然后一个圈圈 刚带上去看不习惯 大概五分钟你就想吐了 你就想吐了 会头晕 因为你的所有的东西 都变成绿跟黑 只有黑跟绿 然后你这样摇动 它就随着你这样再晃 你真的会很痛苦 我们大概要经过 两到三个小时的适应 那我们还没有飞 我们在地面 我们的脚是脚踏实地 那个战车是不会飞的 那我们都会头晕 那你想想看 那飞行员 晕得更厉害 晕得更厉害 它那个仪器一上去 一上去之后 它还要克服一件事 就是在地面没有问题 你看它绿色的 就是地面嘛 就是光点 上去之后 那个海天就很难分了 所以它当飞上去空中以后 它要把夜视镜拿下来 对 它才能够去判断 天空跟海面的颜色 不然你会把海面的渔船 当成星星 当成星星 那很危险 那你一个爬升就最海了 所以这个叫做空间迷向 所以说这一些 夜间飞行的飞行员 整个连队三分之一能飞 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秘密飞行 就是秘密 因为第一个它垂直起降 它是飞起来之后 就直接向前飞 所以它的速度非常快 它的起降的效率非常好 它不需要把整个甲板腾空 对 一般的航空母舰 你要起飞 甲板要腾空 因为它要冲场 至少 至少 100 最快最快100 一般都100多米 对 你加上那个电池弹射 一弹射也要100 对 可是它这个不用 它这可以好几架放在那边 垂直 然后它是有分配哦 第一机向左 第二机向右 才不会上去之后撞到 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 对 它是一个非常 甚密的一个飞行行动 所以它完成这种 这种训练之后 你看哦 一个航母 在我们这个东太平洋 不是辽宁号 搞了100多架起降吗 对 黄哥你知道它花多少时间 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100多架 就这样 要两个小时 所以大概每个 大概120分钟嘛 对两个小时 大概一次 它飞一架大概要4分钟到5分钟左右 才可以飞第二架 因为它是要把跑道清空 一架这样起来 那你想想看 这个闪电航母战术 它这种做法 一分钟五架就飞走了 那人家已经五架出来 你辽宁号一架都还没上来 对 等你第一架飞上来 敌机已经零空了 就是你一架冲出去飞起来 对不对 已经五架包围你了 对啊 那还打怎么打 然后还有一个最严重 其实起飞到还不是飞行员最怕 降落 降落 降落最可怕 因为你降落像一般的航空母舰 它有一条绳子 那叫缆绳 钩绳 对 它后面有那个 它有个钩子 钩子 对 钩住 曾经俄罗斯在演训的时候 就两架飞机摔到海里 没钩到 钩子断 钩子断了 偷工减料 钩子断了 就冲到海里 就阵亡了 那这种状况 它不用 它是垂直 所以它不用钩 它不用钩 到母舰上面之后 一次五架出去 然后回来 降落 降落之后 翅膀收起来 缩到甲板下面 然后后面五架再来 那可是这个样子 你用辽宁号或者三冬号 那没有办法 不可能 它一定要冲场勾住 然后再推回去 所以说它起降的时间 飞起来 两个小时 降落更久 所以说它就必须要算好 滞空时间 因为你的飞机飞上去 它的就是 就算出展板 像这个苏凯35 这个苏凯33 它改成这个尖叫尖15 尖15 尖15它很重 它光是空机的重量 17.5吨 那它如果要加满油 带满弹药 37吨 那它飞起来 可能在上面 就只能一个小时左右 它就要回来 那如果说你的降落的太慢 算没有算好 它会最海 游用碗 会最海 所以说这就是 为什么它要用夜间 来训练起降 就是它要白天晚上 同时不断 而且晚上你的飞机起降 秘密行踪 别人不知道 因为你冲场跟垂直 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美国 正在做这种训练 可是美国有没有宣布它完成 它没有 我们还训练中 所以美国的训练成功 跟成军 跟中国解放军的成军不一样 解放军只要能飞就成军了 它的做法是 我要能飞能降 而且要经过足够的飞行时速 形成战力 它才叫成军 所以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那可是中国前一阵 辽宁号也在练 对对对 100次啊 他们也练晚上对不对 他们是傍晚 傍晚跟清晨 他们还不敢晚上 他不敢晚上 晚上太危险 晚上用冲场太危险了 因为辽宁号起飞的位置 跟降落的位置不一样 它起飞 它要有那个 因为它是滑跳的 跳板 那它降落是从这边降落 所以它在起飞的时候 就不能降落 降落的时候就不能起飞 要不然两台飞机太接近危险 而且它有那个 所谓反作用力的板子 要伸起来 要给它喷 所以你降落的时候 就要收起来 不然会撞 对 所以说它白天跟清晨 它是用利用 这叫做中昏跟时晓 在做飞行训练 那也是为了要秘密行踪 通常我们看那个Top Gun 独行侠 是大太阳天 天气很好 然后这个飞拳在甲板上 露得它的肌肉 那不可能的 正常的作战行动 不会在那么光线良好的地方 来起降 因为太危险了 我们看得清楚 敌人也看得清楚 对 所以就是大概是 因为你看这个背景 其实是有一点点蒙蒙亮 这不是中昏 不是刚刚天亮 就是准备天黑 因为海面上 不会有什么城市的光害 所以这看起来是 视线还不错 我预判应该是快要天亮 快要天亮 因为如果它是快要天黑 它飞出去 它回不来了 晚上 回来就晚上 快要天亮的时候 对